当然我们这些好多的新闻焦点 赶快带大家来去焦 我们先来看看 哇 我们的新闻头条 秀秀觉得这个新闻真的是很夸张 我们的政府怎么这么的离谱呢 好 这个蛋 之前大家吵翻天 很多人说买到臭掉坏掉的蛋 那当时还记得吗 有网友PO在脸书这张照片 原本呢 正常的蛋打开来 居然变成了绿绿的黄黄的 好怪怪的 他就PO文说买到了 就是绿色的臭蛋 但是告诉大家最新的消息 非常劲爆 他居然遭到移送 网友崩溃大喊说 人民到底犯了什么错 来 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会被移送呢 这是台北市警中正二分局 他说现在全案已经在侦办当中了 所以不方便公开案情不能说 不过呢 经过检视照片呢 他发现他们觉得有点不自然 将进一步见识 是不是修图啊 但是告诉大家这位呢 被移送的这位四十岁的 差不多年纪的谢姓男子 他说他的确有使用这个账号 也的确有发文 但是他说他的内容没有造假 我当然这是谢姓男子的说法了 他说他也没有删文 是当时贴文消失 应该是被管理员给下架的 他说他的鸡蛋在哪里买的 他鸡蛋确确确实实是在新装的 全邻的福利中心购买的 他还说打开来居然变成这么恐怖的状况 累累的哦妈妈的 这也是确实在他的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 这是谢姓男子他目前的说法 总而言之就是po了这张照片 无论他是经过修图还是他是真的 这个男子现在遭移送哦 行政院院长陈建仁还率先 现在都还要案子还要在查嘛 看到底是不是真的被修图被批是假的 还是真的是真的 民众真的是买到这样的绿色的臭调的坏蛋 但是这是未审先判吗 行政院长陈建仁率先澄清哦 说这是一个假讯息 这是假消息 那农业部在昨天下午三点 已经先到警局来报案 也导致这位40岁 po这张照片的男子 还真的遭到移送发办呢 好现在告诉大家PTT网友炸锅了 大家炸裂骂翻了 为什么 有人就大骂说 请问人民到底犯了什么错 已经有够惨有够衰了 买到臭调的蛋 还要被逮捕吗 好也有人说 你有体会过警总的恐怖吗 告诉大家这就叫做警总 还有网友也有人留言说 政府你也没有先查证 你就先说这个消息是假的 你人都还没移送 还没移送 那你怎么知道 还没还没查嘛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是假的呢 好有网友就说 这辈子不投民进党了 还有网友说 哇这个支持蔡英文的人比纳粹还邪恶耶 为所欲为的绿色恐怖吗 好这样的一个状况 让很多人舆论炸锅 这整个谢信民众呢 的确现在遭到了移送法办 但是陈建源行政院长率先 抢些先就先说 这是假讯息假的 警方哇也非常火速哦 这个效率之高啊 在八小时之内火速的破案 在昨天深夜11点多就通知这位谢信男子来到案 他坦诚他有发文 但是他否认造假 他说他没有造假 讯后被依照妨害名誉罪嫌移送法办 日前有一位民众上传照片到网路上 那宣称他在连锁商店所买到的一个鸡蛋 打开之后内容物呈现黑绿色的一个状况 那农业部在昨天27号下午 正式派员到本分局来做一个提告 那本分局受理报案之后 立即由与刑事警察大队柯针队 组成专案小组 那在昨天晚上23时许 那通知上传的一个谢信民众 到案来做一个说明 那经过初步的一个调查 谢信民众承认这张相片是他所上传的 那鸡蛋也是在他这个连锁商店所购买 那至于鸡蛋内容物呈现这个黑绿色的状况 那本分局还是由专案小组进一步做一个调查 那全案调查完之后 会将全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来做一个侦办 那本分局也利用这个机会 呼吁民众在接受的未经证实的一个讯息 应该进一步求证 假如这些讯息已经确认为假讯息的时候 民众可能会涉及到违反刑法 妨碍名誉及社会秩序维护法等刑责的一个克制 Jovie Ho留言抓毒扫毒 这个政府没有半步 你抓善良百姓 还有一套 见人就是矫情啊 好另外呢 这个总觉得怪怪的网友也留言 去买到垃圾袋还要移送啊 天呐 这个呢 这个Jovie Ho说买到臭鸡蛋 PO上网到底是犯什么罪啊 而且他也Jovie6 Jovie6另外一位网友说 那他想请问到底是妨碍谁的名誉呢 笑死了 现在真的舆论炸锅网友骂翻 那我们就来继续追追追 这回这位呢 惨遭移送法办的这位谢信男子 他在脸书PO出了这个绿绿的蛋 因为农业部气得向警局报案 不到警方八小时之内呢 不到八小时 马上把他通知要到案说明 还直接依照 更依照这妨害名誉罪来送办 台北市议员有时会痛骂 他认为警方这样的做法 完全不符合程序 完全不符合逻辑 根本就是因为害怕上级的长官啊 配合乱办乱查案 滥用警察的权利 游书惠也说 他也要去告发陈建元 也请警局比照一下办理的效率 在八小时之内 火速传唤陈建元道案说明 完全不符合程序 完全不符合逻辑 今天农业部跟行政院 查证都没有查证 凭什么说这个就是假讯息 而且妨碍名誉的告发 从来没有远警轻送 到案通知给当事人 然后连夜就要当事人到市警局来说明 这是一个警察国家吗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吓一般民众 请问一下一般消费者上网去po 自己买到一个有问题的产品 不可以吗 今天高雄也有同一个案例 也有一个消费者买到一个黑蛋 他上网也po了 结果高雄市卫生局做的事情 就是去查证 这才是基本功 什么时候我们的食安问题 是由市警局用警察的力量去处理 去压制这些消费者的声音呢 我刚刚跟市警局问说 你们过去第一个 你们是用邮寄的盗案通知 还是用轻送的盗案通知 他们说过去都是用邮寄的 那我就说那为什么 昨天你们要连夜同仁 杀到那个人家里 给他盗案通知 他说因为这是属于重大民生议题 请问一下 他不过就po了一个蛋 说我买到一颗有问题的蛋 而且他讲的是台农 也没有讲农业部 什么时候轮到你农业部来报案了 人家又你是帮台农在报不平吗 你是帮台农在捍卫他的名誉吗 别忘了高雄市已经要罚台农 一千多万了耶 那高雄市是不是也妨碍台农的名誉呢 我觉得台北市警局 不要因为害怕上级长官 就配合乱办案 滥用自己警察的权利 我也考虑去警察局报案 去告发陈建仁讲假消息 因为他也没有查证过说 这个是假消息 所以他是不是也在讲假消息 如果去台北市警局 告发陈建仁 我也希望他八个小时之内 把陈建仁传换到案说明 小方说买到鸡蛋已经很衰了好不好 还不能含扣还要被告 这到底是什么世界啊 好 赤手收应该是吓到赤手收 所以网友名字是赤手收 说比警总更警总的警总回来了 李永玲也留言 绿色恐怖不管如何 反正先一送再说 哇 这真的是惊呆大家 好 这回绿色鸡蛋的照片 之一不是进口的鸡蛋 但这回因为陈建仁一口咬定 还没有先查 就说是假讯息 农业部报案了 北市警迅速的查气 民众盗案还依照妨害名誉的遗送 台北市议员的侯汉廷炮轰 民进党你掌控司法 更对比了新北幼儿原位要案 指控民进党包含像是赖清德集体造谣 北检侦办临近度 结果呢 好啦 现在另外一头小市民只不过 彭了一张已经够衰的买到了 坏掉的绿色的臭鸡蛋的照片 居然被移送 根本是混蛋政府 这完全是一个混蛋的政府 竟然老百姓买到了烂的鸡蛋 臭的鸡蛋 然后呢就把它打出来 放着照片秀给大家看 然后呢我们的陈建仁公然说 这叫假讯息 然后就被警方约谈 然后妨碍名誉来送办 这比什么社会秩序维护法 这个还要可恶一万倍 对吧 那人家你说指涉别人造谣 好歹人家真的可能讲一些 什么奇怪的东西 那当然民进党所起诉的 社会秩序维护法 通通都是乱七八糟 但这个更可恶 它妨碍什么名誉啊 以妨碍名誉送办 它妨碍谁的名誉 妨碍鸡蛋的名誉吗 真跟假都是民进党嘴里说了算了 对 然后呢我们的司法 就是由民进党在做掌控的 是 基层的这些警调 当然警方他们也是 受到上面来的压力 否则哪个警察这么无聊 要去办这种事情 请问一下 民进党包含賴清德 还有新北市一大堆的立委跟议员 造谣新北市幼稚园的案件 到现在到底结果如何 从五月至今 点点 三个月 然后民进党没有人道歉 没有人认错 然后到现在呢 北检我告发啦 我先告发啦 告发完之后 请问北检到现在禁度到哪里 没有禁度 没有人通知你啊 没有任何消息啊 没有禁度啊 目前呢就是分案办理中 事实俱在 有什么好真办的 事实俱在 民进党就是直接讲了 小朋友被喂食巴比托 对吧 有没有造成社会恐慌 有啊 如果我们大家有印象的话 当时很多的家长 然后很多的造成了 家长跟教保员之间的对立 造成了社会的动荡 不安人心惶惶 那明显的民进党的人 就是造谣 还被事实查核中心直接打脸 事实俱在 请问检方办到哪里 就通通不办 可是呢小市民 PO了一张坏鸡蛋的照片 然后呢就要被约谈 就要被移送 这当然就是个混蛋证 哇现在真的麻烦了 这到底怎么办呢 我们就来看看 大家也都在问 价差去哪了 DiToi 为什么会有价差 流去哪里了 进到谁口袋了 来我们就来看看 进口袋成本一颗 有专家透露说最多就18元 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农业部 给出多少补助吗 32元 32元减18元 好多 如果以比例来看的话 这怎么回事 那这个价差去哪了呢 农业部次长的杜文珍就说 每一颗进口袋32元补助 是特殊的个案 他说农业部补助的金额 会依照实际到案的价格 来认定 价差全部续产会吸收 哦 我们党总统曾选人 侯友谊就说了 他认为 进口鸡蛋 内目重重啊 地方政府去查问题时 中央也不配合嘛 但是民众大家有眼睛好不好 眼睛都是悬亮的 前民政党完整 向民众来说清楚讲明白吧 立委赖世保也说 只准政府分事太平 不准人民揭发真相 甚至引来刑事警察局 说要追弃爆料者 而且几乎是误卫审先判 先说你这是假消息 议员张思刚也说 看到有民众买到坏掉的蛋 围观者你没有反省 居然至少也应该 请卫生局介入调查吧 避免其他民众 不小心也买到坏掉的蛋 才对吧 怎么会把这个民众 变成详查的被害人 被害者呢 怎么去详查被害人呢 这的确大家炸锅 觉得让人觉得非常的折舌 那这一回呢 其实整个蛋的风波 事发到现在 演变成这个样子 也让很多人 是完全无法接受了 现在在网路上讨论度 整个炸裂爆表 认为是绿色恐怖 觉得实在太夸张 那我们就来看看的是 这之中蓝银就质疑 有没有暴力 蛋到底有什么问题 先带您来追踪 买巴西蛋政府花6亿 补贴进口蛋差价 花5.7亿 栏尾质疑根本是暴力 一粒质能价钱10块 空运来台湾一粒5块 加上内陆运费 报关一粒算3块 一粒质能从头到尾18块 准备5块就好 好 他是亏了13块钱 可是你们为什么要给32块 那费的价格 就是用这样 就不可能啊 但是不是 说不同批次运费 跟保险費都不同 那到底有多少特殊個案 运费保险費 為啥不敢公开 千万颗进口蛋去了哪 中央蓄廠会竟然不说 四百二十万颗巴西蛋去了哪 台农也不说 有民众爆料买到绿蛋 政府怀疑是假新闻 刑事局立刻找到人说要查气 各界痛骂 一个爆料人 你火速找到人 进口蛋失踪 政府怎么找不到 巴西蛋到底去了哪 连检调去查 业者都隐瞒不说 难道背后真有特殊势力 能瞒天过海 让进口蛋流向永远沉迷 记者黄义俊王志恒台北采访报道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